今天又再出菜来做菜煎饼 这样做的菜煎饼又香又酥 满满的馅料 和外面卖的一样好吃 自己在家做更健康营养 先来火一下面 300克面粉加3个食盐增加筋性 加入600克清水 搅成没有干面粉的面糊 饧面半个小时 再把准备好的菜豆腐切成丁 青菜切得稍微碎一些都放到大碗里 煮软的粉条加入食用油老抽 搅匀它防止粘连 土豆切成细丝 韭菜切成水丁 还有绿豆芽和青丝的胡萝卜都一块放大碗里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五香粉 少量的胡椒粉鸡精 来调一下味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能吃辣的朋友放一些辣椒面更好吃 搅拌均匀 这样馅料就做好了 接下来把醒好的面糊用筷子搅一下 舀一勺放到电饼盛里 电饼盛要提前预热不用刷油 然后用刮板将面糊快速的太薄太圆 薄厚要均匀 差不多20秒钟左右 周边有点卷 把小饼翻个面 再稍微烙几秒钟 小饼就熟了 电饼盛里倒入食用油 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搅散 把小饼卡在鸡蛋的上面 鸡蛋定一以后把饼翻个面 把刚才调好的馅料放到饼的上面 馅料可以多放一些 放好的馅料把它摊平 上面再盖一张饼 用手把饼的四周按压一下 盖上盖子 继续煎另一面 烙了有三分钟左右 看饼的周边有点卷边 把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成这样金黄色 里面的菜也熟了 用铲子在叠的地方按压一下 把饼卷起来 里面的馅料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蔬菜 想要煎饼吃得更酥脆 盖上盖子再煎一分钟 做好的菜煎饼金黄酥脆 再加上菜打菜香味 咬一口吃得真香 全程手不沾面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季节当季的蔬菜特别的多 也特别的鲜泥 有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感谢大家的支持